六月二十七日 望湖楼最疏 苏氏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云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乌吹散 卷地风来乌吹散 望湖楼下水如天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云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乌吹散 卷地风来乌吹散 望湖楼下水如天 望湖楼下水如天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云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乌吹散 望湖楼下水如天 卷地风来乌吹散 望湖楼下水如天 黑色的云层还没来得及遮住前方的山头 暴雨就已经倾倒而下 像是散落了一地的珠子一样 打入船舱 忽然一阵大风从地面席卷而来 吹散了满天的乌云 风雨过后 望湖楼外一片平静 湖水与天空合而为一 明静透彻 这是一篇出色的写景诗 短短几十字 将雨前雨中雨后的景色变化描写得栩栩如生 极富特色 诗人在最后描写水天一色的时候 隐含了作者对杭州山水的深深喜爱 动感意味强烈 让人犹如身临其境 不禁为之陶醉